再来若于念诵 对增欢喜 就是说你在念诵持咒的时候 相应之相是什么 会越来越高兴 很高兴 在持咒语的时候 一定要观想 你咒语的本尊 比如说持送绿杜母的咒语 观想绿杜母就在自己的头顶 或者自己就是绿杜母 他才会有威力 这个有一个同修 他专持绿杜母的咒语 这个绿杜母 只有叫如意咒 心想事成咒 持这个咒语 可以消除世间的种种障难 化解很多的鬼神 罗刹的骚扰 我这个朋友 他是一个修行人 他认识很多 在南投 在竹山一带 很多会修这个 伏法的人 伏阿患 萨摩阿患 认识很多 他的朋友有一个 就是专门做这个的 他们常常聊天 因为他在南投 教书的时候 常常都会去聊天 然后都会互相用法术 整来整去 事来事去 看你有江湖 就是说听说他最近修密宗 他就会给他修一个看魂 看魂是什么 现在比较少了 我在讲 有了上次讲一次 有人跟我反应很恐怖 吓得他都不敢喝水 看魂就是拿一个杯子 故意打电话 来泡茶 然后就会把这个茶水 修在那个杯子上 给他喝 喝了以后 他碰到嘴唇口水 对不对 他走了 走了以后 那个杯子就留下来 用一个黑布 把它盖起来 把它绑紧 然后就做法 做法成功 那个被修法的人 就会像白痴一样 就会一直流口水 然后家人就要去拜托他 把它解开 他就用这个来整人 这一次去泡茶 那个给他收战魂的人 就跟他自首 就是某某人 我老师跟你讲 我给你做三次 你说什么三次 我给你战魂 战三次 都没成功 你这个原神光彩 精神饱满 他说你当然不会逞 我每次要到你们这里泡茶 我在楼下 就会念绿杜母的咒语 念三遍 我才要上楼 我那也不知道你是谁 他说你当然不会逞 念了以后就像防护罩一样 你怎么有办法整我 这个就是 这个秘法 它的加持 不可思议 啊 好 不可思认 啊 不可思认 我 不了